最近有日本網民淘文並茂 用三大理由指出和式的蹲刺背對著圓筒才是正確的方向 理由一,圓筒是被女生套上裙 二,排泄物可以快些到達次中 三,平日用洋式的廁所都是面對著門口 不少網民看過之後都認為很有道理 原來一直以來都蹲錯了 但事實到底哪一邊才是正確的方向呢? A,你男人尿兜都是這樣,差不多 應該是B,對著門安全感 有時怕有人在這裡走進來,坐視向外面 選A和B的似乎都各佔一半 分不到結果都是找些專業的答案 這次的設計是前面有一塊東西 一定是對著那塊東西的 我們覺得排便之後,掉落水就很合理 但日本人的想法不是這樣的 日本人的想法就是,掉落水的話 水的彈起是不乾淨的 所以正確的用法就是排便在較後的位置 沖水的時候才會有機會把排泄物沖走 就不會適淺 而前方的圓桶之所以這麼大 就是為了沖刺的時候,防止排泄物彈出來這麼噁心 大部分日本人的家都是用洋式的 因為始終比較舒服 所以現今的日本小朋友從小就習慣了用洋式 其實政府的小學、中學都是和式為主的 但現在因為遷就小朋友,傷殘的人士等等 是多了洋式,但仍然是和式為主的 所以有些家長會在小朋友上學之前做一些toilet train 但他們在街外熟習一下沖刺 教授更指出 日本大型廁所建築公司的收入 有九成都來自洋式 只有一成是和式 所以和式呢,這件事是慢慢少的 但都不會完全沒有了 原因就是和式比較便宜 維修就更加容易 始終教衛生,不用跟其他人共用刺板 也有人說用沖刺因為沖得太累了 可以縮短魚刺的時間 社會上始終就有和式摸刺的需要 正確是A 但你都會繼續使用B 其實用錯方向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就是有公德心 保持廁所的清潔,那就沒有問題了